运球就快要coach 战术就学coach 路 大家好 我是非官方指定鲁鱼 coach 路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我的宗旨就是 让热爱篮球的你每天都能掌球 德利克莱弗利二世 这名2023年的新秀只有20岁 但已经成为独行侠内线的重要议员 在本赛季度级球赛中 他的正负值达到了惊人的正109 在NBA历史上 这个数字仅次于当年的吉诺比利 而要知道 当时的吉诺比利已经是欧洲篮球联赛的最有价值球员 而莱弗利则只是一名新秀 他不仅在进攻端表现出色 而且在防守端也是一名杰出的球员 让自己的队友在关键时刻发光发热 在场军出场时间方面 他甚至超过了首发中锋加富德 莱弗利在季后赛的防守端表现非常出色 他的存在让独行侠的防守实力大增 根据数据显示 在莱弗利在场上时 对手百回合的得分仅为105分 而当他下场后 这个数字会上升到118分 这是独行侠队内最好的防守表现 莱弗利与戈贝尔这一类 靠力量和静态天赋的内线防守者不同 他的防守风格 不是通过身体对抗 让进攻球员失去平衡 而是依靠出色的比赛阅读能力 他擅长提前选择好防守位置 然后利用自己的灵活性运动能力 以及身高臂展来降低对手的投篮命中率 以独行侠和快艇的天王山智杖为例 在第四节还剩余7分36秒退守时 莱弗利早已预测到对手曼恩打算加速突破 他迅速调整了脚步 面对曼恩并且滑步拉近与进攻球员的距离 最终在起跳时完成了封盖 这种对比赛局势的敏锐把控和灵活应对 使得莱弗利成为了一名出色的防守者 即使在与力量型球员的对抗中也能占据上风 这种快速完成转向 使自己处于便利于发力的身体姿势 对脚步有很高要求 如果不平过慢就很难第一时间完成转向 这样进攻球员就可以轻松通过变向 创造进攻机会 但是莱弗利十分灵活 并总能通过碎步保持自己面向进攻球员 并随时可以登地加速 正因为如此 莱弗利能够出色地完成大防巧的错位防守 在首轮对称快艇的比赛中 他在错位防守的回合中枪对手的命中率 限制在31.6% 自轮对称雷霆 他在错位防守的回合中 将对手的命中率限制在45.2% 而在西爵的第一场比赛中 唐斯与爱德华兹这样的双状元组合 在面对莱弗利的防守时 两人总共八头零重 未得一分 如果说莱弗利的错位防守 是独星侠防守端的一大利器 那么莱弗利的协防 以及面对挡拆的防守 就是他个人的看家本领 在独星侠的季后赛历程中 莱弗利面对了不同类型的球员 发起的挡拆 并累积了大量的经验 在首轮对阵快艇时 面对哈登这样具有一流 出球能力的球员 他能够通过挡拆盘活全队进攻 而在次轮对阵雷霆时 亚历山大则展现出了 更强的个人进攻能力 挡拆后的中距离威胁性很大 经过与快船和雷霆的对决 莱弗利已经对防守挡拆 有了相当深入的理解 例如在与雷霆的第三场比赛中 第二节还剩下3分26秒时 亚历山大与切特进行挡拆配合 莱弗利始终控制着自己的防守位置 与亚历山大之间保持着一定距离 以避免过于贴近导致对手加速突破 在调整位置的同时 他还会张开双臂 扩大自己的防守范围 当他看到亚历山大准备投篮时 莱弗利立刻会抬起手臂 形成干扰 从而尽可能地阻止对方的得分 在西部决赛的舞台上 莱弗利所面对的是艾德华兹 一个出球能力不及哈登 进攻端比岸山大更为犹豫的球员 当艾德华兹发起挡拆时 莱弗利只需采取弱言误的策略 与他保持微妙的防守距离 这样既能干扰到他的投篮 又能限制他的突破 而另一位森林郎的持球人康利 已经失去了年轻时的爆发力和绝对速度 因此他的突破威胁相对较小 当康利发起挡拆时 莱弗利会贴身防守 用双臂干扰他的投篮 并通过防守的压迫感 影响他的终结 莱弗利在防守挡拆方面的出色表现 让对手不得不想办法将他调动到弱侧 以便在另一侧展开进攻 然而即使面对这样的挑战 莱弗利在协防上的表现依然值得称赞 协防方面我们前面提到过 他很擅长找到合适的防守位置 在西学第三场比赛中 第一节还剩下8分1秒 赛连郎布置戈贝尔在弱侧站位 为唐斯在强侧制造空间 当唐斯接球时 莱弗利立即向强侧移动 准备进行协防 此时戈贝尔已经做好了卡位准备 唐斯也注意到了戈贝尔的位置 如果莱弗利过度协防 那么森林郎将有机会在篮下得分 利用四五号位的高低位配合打开局面 然而莱弗利并没有离开戈贝尔太远 当唐斯右手刚抬起的时候 他已经准备回到篮下 唐斯只能选择将球传给埃德华兹 重新发起进攻 在这个情景中 我们可以看到戈贝尔准备上体掩护 但莱弗利并没有被诱导离开禁区 他不仅留在内线 还及时提醒小熊斯留意背后的掩护 当唐斯转身准备攻篮时 莱弗利立即迅速靠近进行协防 这时也要称赞华盛顿的防守 他成功挡住了唐斯 并将球打出了底线 莱弗利没有贸然抢篮板 而是指示华盛顿上前逼抢 自己则留在篮下 尽管埃德华兹在进攻 剩余时间不多的情况下成功出手 但整个防守回合中 莱弗利的协防举措可谓是无懈可击 他不仅对进攻进行了深入分析 还掌握了自己在场上的位置 他就像是一个非常老道的防守者 在现代篮球中 对手的进攻往往会通过各种掩护和挡拆 来制造出空位和机会 在这样的情况下 协防能力就显得尤为关键 相比加佛德莱弗利 拥有更好的移动速度 和更敏锐的协防意识 使得他能够更有效地应对对手的进攻策略 他的快速移动和准确判断 让他有机会在比赛的关键时刻站出来 为球队做出重要的防守贡献 因此他在比赛中得到更多的上场时间 并且在决定性的时刻展现出了自己的价值 莱弗利在出色的完成基本防守任务后 又可以在其他方面帮助球队 他有很好的保护防守篮板习惯和卡位意识 想要抢到防守篮板 无非要做好两点 首先要靠卡位占据有利的篮板位置 之后根据球的落点不断移动 最后抢下篮板 莱弗利不论前面自己做了多少移动 都会在对方出手后 主动抢占住篮板位置 根据自己对落点的判断将篮板抢到 所以你很难看到有球员能够赢着莱弗利完成补篮 此外他冲击前场篮板也十分积极 由于动物组和经常会在进攻端带走大量防守人 当他们借助掩护单打戈布尔时 后脚往往处于较高的位置 接连郎只能用其他球员保护篮板 这就让莱弗利有很多冲抢前场篮板的机会 拿到篮板后他会把球高高提起 或者用身体将球保护起来 避免被对手抢走 这一系列良好的抢篮板习惯 让莱弗利一次次的将篮板收入囊中 进攻端莱弗利主要是负责吃饼终结 2米16的他可以在篮下轻松完成终结 值得一提的是首轮比赛中 莱弗利出现过不少黄油手拿不住球 以及低级失误的回合 但在戏绝上莱弗利就能够把球稳稳接住 赢着最佳防守球员戈威尔各种扣篮 甚至偶尔可以看到他在侧应方面展现出高纲时刻 比如在西决第二场比赛中低级还剩下7分21秒 莱弗利高位持球 东奇奇无球掩护进行内切 莱弗利精准地传给东奇奇 助攻后者打成2加1 这种强大的学习能力和对比赛的适应能力确实非常罕见 更难得可贵的是 莱弗利不会因为自己的出色表现而去索要更多球权 更不会因为没有球而心生不满 只是默默地做好自己分内的任务 在攻防两端为球队带来能量 虽然与生涯早期的钱德勒一样 处于菜鸟赛季的莱弗利在对抗方面不占上风 首轮对阵快艇的系列赛中 一旦祖巴茨落到很深的位置 莱弗利就会被前者顶开 即使身高更占优势 但已经失去防守位置的莱弗利 只能在旁边看着祖巴茨终结 不过因为次轮的雷霆没有重型中锋 弃绝对手森林郎的唐斯 地位背身单打能力很差 戈贝尔没有自主进攻能力 所以莱弗利身体对抗较差的缺点 不会显露出来 他也有很多时间去不断增强自己的对抗能力 对于莱弗利而言 他经历最痛苦的一段时间 常规赛后期受困与伤病无法出战 4月中旬与自己相依为命的母亲离世 当球队战胜雷霆闯进西学时 他高举双臂并在赛后致敬自己的母亲 在钱德勒的指导下莱弗利在不断成长 13年前 钱德勒曾帮助过欧洲传奇 德克努维斯基拿下独行侠队史第一贯 如今莱弗利协助欧洲新星东七旗 成功闯入总结赛 现在还是新秀的他距离总冠军警察四场比赛 虽然在5月份伤病又抢上了他 但对现在的莱弗利而言 这只不过是走向成功的又一个绊脚石吧 那么大家对于莱弗利在总结赛中的表现 有着怎样的期待呢 欢迎把你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我们一起讨论 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还没看够 想要了解更深度的战术分析 那就点点订阅 鲁与我期待和你一起掌球